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猫肠胃病能治愈吗 那猫肠胃病呢 是在猫上面是最常见的 不管是幼猫 断奶的猫 或者是成年的猫 甚至是老年猫 因为这个是跟平时的这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 为了减少和避免 因为饮食引起了这种伪肠问题 那我们再给猫再选择吃的方面 一定要谨慎另外一个选择一些比如说品牌质量 有保证的这个东西给它吃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过度的给它补充 一些营养的营养品 或者是像什么零食之类的 应该尽可能让它保持食物的单一 如果是说慢性的 或者是并发的这种胃肠问题 那它可能治愈的这个可能性比较低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饮食引起的这种 短时间的这种胃肠问题的话 是可以治愈的 所以要分情况来去分是哪种情况 引起的这种胃肠损伤 来判断它能治愈还是需要用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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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